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报道 经中国驻钢果金使馆核实 预袭的企业并非中资企业 也没有中国公民在袭击事件当中伤亡 中方对袭击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表示谴责 世界发生地南极五省安全风险极高 外交部和驻钢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 近期暂物前往 以在该省人员和机构尽快向使馆报备信息 并撤离或转移到安全地区